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再创新高 投资人在等待美联储11月的会议结果 以及大选的变化 此时投资人的态度是比较观望的 该如何做好准备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的是 圣安集团首席执行官 同时也是万众地产的执行官刘秋莹女士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最新的市场表现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 圣安集团首席执行官刘秋莹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点评 每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邱银你好 邱银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进入第三季的财报季了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银行股来看 业绩表现是超预期的好 这对于股市来讲是不是一个正面的信号 显示美国经济前景是稳健的 前景看好 四大银行 四大银行表示 第三季度美国消费者的财务状况是更加稳健 消费者的支出和借贷依然强劲 那这主要是得益于有任性的就业市场 还有跑赢通胀的工资的增长 银行的信心明显比前几个季度要强 认为这一趋势 即使在高利率和物价上涨的环境下 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那整体来看 消费者是健康且具有任性的 那在高收入群体当中 可以看到主要是由高收入群体 推动了大部分的支出增长 那中等收入的家庭 在支出上面是更加谨慎和挑剔的 而低收入人群 或者是信用评分较低的人群 是承受了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 高价格的压力 还有信用卡还贷的压力 那通胀放缓和利率下降 都会带来一定的缓解 贷款方面呢 各银行表现不同 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的 按揭贷款发放量同比是下降的 那此前富国银行也宣布 将要缩减它的房贷业务 那另一方面 摩根大通的按揭贷款发放量是 比去年有同比增长 而且涨幅将近4% 那未来趋势呢 降息会有利于贷款发放量 和整体的市场 好的 美联储在9月份大幅降息50个基点之后 市场现在预期 11月会再降息25个基点 股市是已经以连续上涨来做出反应 房地产市场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近期发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 从零售到消费再到就业 都是表明美国经济依然强劲的 那这很可能会使美联储内部的一些成员 对于11月份再次降息产生抵触情绪 但鲍贝尔主席可能仍然会坚持稳步的降息 那市场预计美联储在11月和12月会议上 会总共降息42个基点 那尽管利率预期的波动很大 但市场表现也取决于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 那只要这些基本面的支柱依然存在 对股市就是有利的 利率下降 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有回暖的迹象 但通常都有滞后性 那预计明年夏天开始会出现好转 受降息预期的影响 30年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有小幅的上涨 那这些波动在短期之内都是很正常的 那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二季度 很多买家可能仍会处于观望的状态 等待后期的降息 那尽管美联储会坚持推进降息 那也很难再回到疫情期间那种极低的利率 投资者会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当中 消化这个合理预期 那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 另外中概股最近也是成为市场投资人关注的焦点 您对于中概股的前景看法如何 近期呢市场受到了政策支持和情绪变化的影响 是推动了中概股强势反弹 也反映了投资者对于中国政策驱动经济复苏的一个很高的预期 但同时呢也伴随着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那10月初中概股当中尤其是科技公司和能源公司 都出现了强势反弹 但目前呢反弹正在逐渐放缓 甚至有一部分下跌 投资者会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实际表现 是否能够支撑这一上涨 那虽然短期之内中概股有所回升 但长期的走势还是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和政策的进一步的明朗化 那市场预期四季度政策将与经济表现密切相关 这很可能导致结构性行情的出现 距离投票日只剩下三周不到的时间了 那这段期间内您建议投资人该如何操盘 特朗普如果赢得大选会有几方面的影响 一个是大幅提高关税和引发贸易战 那市场普遍认为贸易战对外国经济的冲击将大于美国 很可能会引发新的地缘政治的动荡 这也使得美元更具吸引力 那股票方面呢 特朗普主张放松监管的几个板块 比如说是地方银行 加密货币 能源和国防将会受益 那如果是哈里斯赢得大选 民主党可能会增加政府支出 推高国家的赤字 那民调显示 国会可能会出现分裂 这也意味着无论谁当总统 施政空间都是有限的 那历史数据表明 大选前波动率会上升 大选后波动率会大幅的回落 短期的投资人要做好风险管控 中长期股市还是看涨的 所以出现短暂的价格修正 对于长期投资者是一个机会 建议还是选择业绩好的 可以长期持有的公司 邱英表示 由于消费支出强劲 加上企业财报良好 显示美国的经济稳健发展 至于房地产市场 虽然是已经有一点反弹的迹象 但房市回暖是有滞后性的因素 因此预计从第四季度 一直到明年的第二季度 房市投资人会观望 等待美联储的持续降息 观望气氛是较重的 而对于中概股方面 邱英也提醒投资人必须留意 中国的经济究竟能否支撑 后续的反弹 投票日也即将临近了 邱英也提醒大家 选前波动加剧 但由于中长期看好 美股股市的回调的时候 反而是增持极有股的大好时机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 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